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至二零六零年一月 全球超越战神级舞者硕样 已升级八十一人 人类反攻怪兽的时机获得到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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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这是从古文明遗迹里发现的项链 叫永恒之恋 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 难道你开窍一回 结婚作为地球人繁衍后代的承煦 又是定力誓约 又是物品奏语 还挺繁琐 我和徐昕结婚 可不是为了走承煦 各组织在物岛得到大量木牙经后 行星级舞者增加了不少 各国也有充足的人兽地狱怪兽 这一年来 地球前所未有的平静 谢谢老师 我也能安心和徐昕办婚礼了 那个也不错 是 贾司令 罗少将 有场很重要的会议 第一元老叮嘱我们必须出席 你赶紧进入战事宫 嗯 咳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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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尽 冒映尼尽 请我怪兽的数据 第三人老 欧罗巴舰队已与亚美利加舰队完成对合 请随时下堂指示 全机提令 出动所有空中和海洋出战单位 对港口的怪兽紧急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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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港口的毒达 对港口urt付密加站 迪еш 永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如此密切的火力 他率箭就走过去了 开塔 继续下枪搜索 什么 丢生目标 下枪 下枪 继续追我 我先往九点钟方向 其断才能入线 锁定目标 你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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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炮准备 虽然他的行动极快 但面对配备的激光炮 拥有超高速 在魔力附黑之下 他不可能避开所有攻击 vida 赫兽 在 命中目标 进距离观察 确认目标是否迟回 目标在前面 快散开 有意击杀王级怪兽的激光不好 竟然不起作用 先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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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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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元老 攻击无效 请指示 将基地激光炮 全部调到最大公寓 准备再次打击 是 海塔 继续带领空中编队负责用敌 一定要把目标 你能不能进化 喂 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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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怎么可能 以最高功率集中所有激光炮攻击 即便是受防都可能会受伤 优身目标 走 哪去了 什么 走 保护警官跑 走 开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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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就是第五元老 阿特琴 据说 他是实力仅次于伊斯特的欧罗巴第二相招 但形势低调 平日极少现实 这次他出席 看来情况很紧急了 末翰俄森的伤势好重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各位 刚从亚美利家传来消息 那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预计在不久之后 灾难会席卷全球 这里有一段画面 你们看了就明白 那头坏烧 特殊的吞死能力 末翰俄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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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基地 整个航母编队乃至所有士兵 全部分解成最快 最后一同被吸入怪兽口中 战场基地被整座吞噬 几乎没留下残骸 除了我以外 联合编队的伊森长老 高级战神开讨 还有十二名战神机 和五万零八十九名士兵 他们为了抵抗怪兽 战至最后一刻 已经 全部牺牲 人类 将要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好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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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大国那边的连线警局 五大国正在进行联合会议 五大国正在进行联合会议 我提前智慧他们 议题一旦涉及到那头神秘怪兽 便及时与我们连线 总统先生 我们已经浏览过那则基地遇袭的视频 现在亚美利家本土情况如何 海鱼怪兽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向内入侵袭 甚至有其他怪兽带队分头进入 到现在 共有四座战争基地被毁 超过二十一万士兵丧生 是一只折伏在海里的那两头树黄 是一只折伏在海里的那两头树黄 要是他们也参与建议 情况就更危急了 我们得尽快搜集情报 以便选出对策 不知各位是否知道他的来历 根据寒夏所掌握的资料 有一种宇宙生命的特征和这头怪兽混合 我国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解封最高机密文件 拳击七号档案 李司令 由你来讲解一下 我们寒夏军方 为掌握海域怪兽动向 长期进行海洋侦测 期间也曾发现过古文明遗迹 其中二号古文明遗迹 就有记载部分宇宙生命的信息 该遗迹中的信息显示 有种怪兽数量极少 但只要成年就能成为宇宙极 这种怪兽叫做 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以前从未听过 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有不同的类别 它能吞下战争基地 应该就是其中的吞噬类 吞噬 嗯 这个类别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那这头星空巨兽实力大概多少 有没有宇宙极啊 资料描述 宇宙极星空巨兽体长为数千米至万能 这一套仅一百八十 据我方估计 是行星级八到九阶 或者是恒星级 这或许是地球人类第一次遭遇恒星级的对手 那该怎么对付他 要不然 雅梅丽家不知还会有多少伤亡 战神空智能系统 为该怪兽的战斗数据 进行搜集和整理 这么快 鸿哥 他的锁度啊 是我们的两到三倍了吧 我作为行星级三级的精神验识 就算有对点锁度 飞行锁度 也刚超过我们坚明明明 不许是他 无论从第三元老的战斗表现看 还是从数据看 人类要正面对抗星空巨兽 只怕毫无胜算 一会儿 人类要正在废手上 精神 能力 controll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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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可能的 麻烦塔 你都能改造飞船 难道还不能制造厉害的武器 将它击杀吗 呼杀恒星级的武器 罗峰 在宇宙中 恒星级已经算一方强者 宇宙级强者 更是能靠肉体 跟星级舰队搏杀 也就是说 一般星级舰队 很难击杀宇宙级 击杀恒星级 也是需要大威力的武器 这等威力武器 制造非常复杂 最起码需要几年功夫 可是已经较巨兽的速度 一个月内 绝对横扫整个地球 而且罗峰 大威力武器制造容易 发射呢 你要发射 并且命中目标 也很有难度 所以 如果真的要反抗 只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你们地球上 有一些宇宙战舰残骸 那些残骸中 就可能配备大威力武器 虽然受到长时间侵蚀 早就无法用了 可是 我如果改造一下 或许还可能再用 当然 只要碰运气 毕竟能击杀 恒星级的武器 在星级战舰中 也算大威力了 比如 你们关注总部那艘飞船 只是运输箭 配备的武器 一般都比较差 爸爸 你告诉我 这头金角据说的准确实力 对 对 谢谢大家